凌晨五點 高雄愛河河畔轎車經過路橋 猛烈碰撞聲響 車頭撞破護欄 跌落橋下 駕駛當場昏迷 車底瞬間起火燃燒 附近剛好有香港電影劇組 拿著滅火器衝過來救人 如果這裡都沒有人可能就燒死 不到五分鐘 你說他撞的時候他還傻傻待在車上 足足噴了兩支滅火器才把火扑面 轎車駕駛順利脫困 撿回移民 警消道場還以為是劇組拍片出意外 一問才知道原來是酒駕車禍 我估計只是零點七 零點七 那你已經涉及到公共危險罪了 因為有一個人突然走過來 然後突然駕駛到 最潮車禍發生在高雄市區 駕駛變稱當時時速只有五六十公里 沒有開很快 但有路人突然竄出 才會失控發生意外 警方事後找來吊車吊掛 恢復交通 酒車只為零點七六 零點七六 全案以公共危險 酒駕撞護欄墜橋火燒車 好險附近電影遇阻幫忙滅火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梁家文 莊全城 SN小組 高雄島 MING PAO CANADA